本县配合教育部足球基层扎根计划 将于3月13日 先立体育场举行114年 年红杯无人治幼儿足球锦标赛 季区会嘉年华足球活动 日前也举行记者会 盼借由竞赛推广本县足球运动 那今年 扩大规模 我们一共接受报名的是 有31所的公司立幼儿园 一共有60号队 来参与 礼拜六的一个大选活动 那阵容相当庞大 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全力来支持 也让南投县未来足球运动 能更在前股 我们花光花亮 县体育会总干事后面会表示 本县足球资源相当欠缺 也感谢所有赞助单位 对于本县足球的支持与鼓励 这不简单 这是第二年 南投官办理五人治幼儿 足球 因为如果没有孩子有一个特球的机会 你的国秀 国中 国中 大学 基本就没人要退 所以说过去 南投是一个卡球 足球的沙漠 希望你这年以来 大家努力 南投官政府 南投官议会 和体育会 和国大红委员会 大家努力 可以让他花光花热 此次全县举办的幼儿无人治足球区位竞赛 主要是希望提醒家长鼓励孩子多走向运动场 盼能诱发出儿童无限之潜能 达到身心健康及启发脑力思考的能力 那因为这些对孩子来讲都是非常的有帮助 包括他们的脑力的一个发展 包括他们的健康的所有的一个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 那我们在企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也是非常的荣幸 此次的五人治足球区位竞赛 为本县第二年举办 本次共计31所 公司立幼儿园62队参加 相较于去年更加踊跃 也希望从基层开始扎根推动 使本县足球风气更加推广 记得中文俊蓝头采访报道